佩戴耳麦,拿起台本,云南民族大学学生田海云正在为中国电视节目配上外语,通过后期剪辑,中国优秀影视作品得以在海外播出,收获受众。 然后这个工作刚好和专业对口,然后我觉得自己挺感兴趣的,可以将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传播到海外,让国外人民加深对中国的了解。 让中国优秀影视节目扬帆出海的幕后,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视工作者。 近日,记者走进云南黄威传媒有限公司了解到,该公司已抑制出口各与严版中国电视剧近7000集,其中老挝语电视剧超5000集。 金婚呀,产科医生,还有哭巴翘妈等等这些片子。 那么最早做的呢就是幕府封印,电视剧也非常受欢迎。 收获老挝民众的肯定后,黄斧波与其团队备受鼓舞,并进一步引进资源,吸纳人才。 在老挝万象成立第一个海外移植中心,实现由中国与老挝两地的演职员远程配合,共同完成聚集配音。 并在老挝国家电视台每日固定时段开辟栏目,播出中国影视作品。 幕府封印在老挝播出以后呢,后面再来中国留学的这些大学生,他们非常喜欢想到丽江去看看, 想去看看那个电影上,那个电视剧上的那个幕府是什么样子,雪山是什么样子。 黄斧波认为,中国影视资源非常丰富, 抑制片出口已逐渐成为老挝民众全面认识中国的窗口,成为中老文化交流桥梁。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,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中国的这些电影电视剧, 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文化、生活习惯各方面, 那么对中老的这种文化交流是起到很好的作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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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